大家好,我是老五 我今天把多多带出来啊 来玩一下 等一下顺便再给多多吃一点好吃的 好不好,多多 在这等我啊 我去给你拿好吃的啊 吃完东西啊 我来陪你玩一会儿 好不好 等一下我再顺便陪那个大爱 也玩一会儿 这个里面的狗粮 里面我给多多放了几根那个香肠 他很快把香肠吃完了 狗粮也要吃啊 把狗粮也吃掉 多多吃东西的样子特别可爱 吃吧,赶快吃 吃完我来陪你玩一会儿 听话乖 香肠吃完了,狗粮也要吃 你要喝水吗 你要喝水,我给你弄点水啊 多多,你不是要喝水吗 所以我给你端回来了 这些猫孩聪明得很 他把香肠吃完了,狗粮他不吃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 把香肠吃得干干净净 水也不喝吗 多多 不吃就算了啊 不吃到晚上再吃吧 多多,你怎么这么出名啊 你把香肠给我吃完了,狗粮你不吃 我下次就不这样喂你了 我下次把那个香肠给你拌到里面 我看你吃不吃 嘿嘿嘿 你看他知道做他的 他还在笑 他还在笑 多多,毛毛每次吃完东西都给我握握手 你也给我握握手 来 来 来 不握吗 你这不会啊,还都不知道啊 那我来教你啊 来 这样就是握手,知道吗 多多 我来试一下啊 来多多握手了 握手 多多肯定是不想握 现在多多也是很出名的 他就是有点懒 你懒不懒呢 看他小样 懒不懒大耳朵 大耳朵 嘿嘿嘿嘿嘿 好了多多你在这看风景啊 我到里面去看一下那个大耐 要听话要乖啊 好了 家人们这个多多啊 让他在这玩一下 多多有会会看管 大家不用担心 下面老虎再给大家拍一下那个大耐 大耐呀胆子特别小 也特别可怜 今天老虎就拍一下大耐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多多在这玩啊 玩的开心 好好的看风景啊 我就看大耐了啊 会会帮我看一下啊 会会 好的 这个里面我给大耐准备的是狗粮和香肠 希望大耐吃得开心 大耐 我给家人们看一下 这个大耐特别漂亮 老五千天说大耐像那个狐狸 雪白雪白的 也特别可爱 老五顺便也给家人们解释一下 今天这个大耐老五是为了家人们看得方便 是故意把它装到这个笼子里面的 因为大耐呀 咬人咬的比较厉害 家人们都知道 大耐是从狗肉车上面救回来的一只狗狗 他在那狗肉车上面呢 也是受了不少罪 挨了不少打 所以说大耐呀也就惊到了 到目前为止还是胆子特别小 他咬人咬的特别厉害 不过老五不会放弃的 老五会继续努力 老五相信终有一天大耐会好起来 刚才多多吃的狗粮和香肠 你也是一样 你看这狗狗说实话 我越看越可怜 他都不敢看我们 往这里看一下啊 给好心人看一下啊大耐 好好好大耐真乖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狗狗说实话 根据老五的经验呢 他是在那狗肉车上面吓坏了 大家想一下 就像老五之前说的一样 用那个夹子夹了夹去 狗狗心里阴影啊特别大 他现在呀根本就没有忘记 好了大耐我也不多说了啊 咱们现在开始吃东西 在这狗狗我们一定要小心 他咬的特别凶 吃吧啊 吃吧 不过这个大耐是这样子的 他吃东西这方面 和之前像比的话 还是好了不少 你像刚来我家不久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是不敢主动出来吃东西的 都是老五给他端过去 讓他单独吃的 你看现在大耐敢吃了 吃的剩这么多就不吃了 虽说收养这些猫孩子啊 遇到很多困难压力也很大 天天为他们的生活和健康操心 但是看到他们都健健康康 快乐的生活 老五啊也感觉挺值得的 说实话只要他们健康都开心了 老五有什么困难都不怕 视频最后啊 老五真正的希望这只大爱啊 快快好起来 家人们我们一起为大爱加油吧 让大爱啊快快的好起来 大爱加油啊 快快好起来啊 像皮鲜狗狗一样